在美国有两个歌舞剧的演员在谈话 有一个演员说 我初次登台就得到了许多钱 我让我妻子开了一个卖花的店 还有一个就比较阳光一点的演员说 我比你强 我初次登台 观众就送给了我一幢房子 我不信 是给了 肯定给了 当然他们每人只给了我一块砖头 懂得知足 那些懂得知足的人 像一生买了保险一样 他们在人间 不管受挫折多少回 人将朝着人间的希望前进 即使在失忆之后 他们也会坚持勇敢地 继续努力地去尝试 我们应该祝福和相信他们 因为他们有愿力 他们有个信念 经常在心中说 我早就知道 我一定能办到的 我们学佛人也是这样 我们心中要有个愿力 我早知道 我一定会成佛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